嗨,我是James 我今天要來盤登日本的高尾山 高尾山號稱是 日本最多人爬的山 因為它的這個交通真的非常方便 只要搭乘調鐵路 不用轉車 從東京新速就可以直達 其實高尾山它也是有纜車 它也是一個開發非常完全的一座山 有纜車可以直達山頂 那我今天的計畫就是 先爬到山頂 然後再打纜車下來 登山路線也是有分難度高低 聽說1號是最簡單 最親民的步道 那6號就是比較偏難 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自然的景觀 好像還有瀑布 阿條路它的路線我看都是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就可以完成了 算是很簡單親民的交遊路線 我現在走了十幾分鐘大概就是感覺也是過度相對平緩 然後已經進入茂密的樹林了 然後已經進入茂密的樹林了 這裡人真的很多 有可落意不絕 超多人的 確實蠻平緩好走的 它就是沿著溪流這樣走上去 這裡人真的很多 這裡人真的很多 在日本爬山有這種 前前後後都是人的感覺 小路已經有一點小水流了 感覺非常的愜意 我剛剛把衣服外套脫下來 應該越來越熱 時間已經接近中午12點 這裡下大雨可能就不太適合來 因為它會變成一條小河 因為我現在地下全部都是水 都是水在流 下雨的話 先不要走這條路線 人公路站到 看起來離山頂就在不遠處 這段好陡喔 好像在爬象山喔 蠻陡的 原來這裡才是重頭戲 前前後後都好多人 這一段抖上之後 應該很快就到了 這一段抖上之後 這一段抖上之後 應該很快就到了 看來這裡是各條路線的交會表 看來這裡是各條路線的交會表 看到這種火油路就代表山頂差不多到了 這個車是可以開上來的 這個車是可以開上來的 到山頂啦 人真的很多 人也太多了吧 很漂亮 遠方那個應該是 樹式山吧 我七月爬的 我後面就是富士山耶 很遠但是看得到它的輪廓 上面都白白的積雪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富士山長什麼樣子耶 上次來爬的時候全部都是五 這是既然音錯陽差 看到它的全貌 好高興耶 好啦我現在要去搭纜車啦 今天真的是意外的收穫 我竟然看到了富士山 如果不是來爬山也可以單純搭纜車上來逛一逛 如果不是來爬山也可以單純搭纜車上來逛一逛 就是一個 很好的旅遊景點 它賣超多東西的 就是一個商店街 想吃東西 山上也有 走了十幾分鐘還沒走到纜車站 我剛才發現原來的纜車站在半三角 所以如果要上山頂 你到達到纜車站 會先經過一些商店街 然後還要再爬個二三十分鐘才會到山頂 但是很好走啦 都是很輕鬆的路 沒有什麽 其實是剛才廣告的 我們不可以在山頂 我們不可能會進去 動物 我們也走 都走 它走 甚至你 這個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